北京时间6月15日消息,自从朱婷确定下赛季,将回归牌超联赛效力之后,她的下家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,因为朱婷作为世界顶级边攻守,她的归属是关联赛争冠格局,其中广东恒大女排是朱婷争夺战中的热门之一,因为早在朱婷成名之初,她就曾经以内缘的身份代表恒大女排征战过世巨杯,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。 不过6月15日凌晨,俄罗斯重炮手科舍列娃,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更新了履历,下赛季她将加盟恒大女排,再加上流队的拉巴技叠拔,这意味着恒大女排已经退出了对于朱婷的争夺。 1988年出生的科舍列娃今年31岁,是世界排檀的顶级巨星之一,2010年,10年22岁的科舍列娃帮助俄罗斯,获得了当年女排式锦赛的冠军,她个人也荣应这项赛事的最佳扣球奖。 2015年的女排欧锦赛,科舍列娃不但帮助球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,她个人更是包揽了这项赛事的MVP、最佳扣球等单项奖。 科舍列娃的身体素质非常好,弹票、移动、速度、力量等环节,均没有明显的短板,进攻是她的特长。 虽然已经31岁高龄,但是科舍列娃依然是俄罗斯女排的绝对主力,不过正在进行的女排式联赛,科舍列娃并没有参加,因为上赛季结束之后,她就一直处于养伤状态。 由于科舍列娃等主力的缺席,一连兵为主的俄罗斯女排,在今年赦联赛的表现非常不理想,虽然曾经在巴西战3比1战胜过安加捷指导率领的中国女排二队,但是之后世界排名第五的俄罗斯却一路走低,期间的一波七连败,更是令他们提前退出了总决赛名额的争夺。 上个月在接受采访时,科舍列娃曾经确定将不参加今年式联赛的剩余所有比赛,同时科舍列娃还确认了下赛季将前往中国女排联赛效力的决定,不过具体加盟哪支球队,科舍列娃并没有透露。 科舍列娃会加盟排超联赛的哪支球队,在国内球迷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因为朱婷已经确定下赛季将回归排超联赛,各支球队都在对她进行争抢,同样是打主攻位置的科舍列娃加盟哪支球队,意味着哪支球队将提前退出对于朱婷的争夺。 这其中,新科联赛冠军北京女排,是科舍列娃下加的头号热门。 北京时间6月15日,科舍列娃的下加终于确定,并不是传闻中的北京女排,而是广东恒大女排。 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,科舍列娃更新了自己的履历,在2019-20赛季一栏中,科舍列娃填上了广东恒大的对名, 这意味着,下赛季,她将代表广东恒大女排参加排超免赛。 再加上保加利亚主攻守拉巴基耶娃也将留队,恒大女排在主攻位置上已经有了两名外援, 如果恒大女排又继续争夺朱婷的想法,断然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引进两名外援, 所以随着科舍列娃的加盟,以及拉巴基耶娃的留队,恒大女排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朱婷的争夺。